就是怕塞車 这次清明年假 苏花公路许多民众真的塞怕了 为了避免塞车的梦魇再现 在廉价倒数第二天 苏花就出现了北上的车潮 从华林万龙要回去基隆 最久塞过多久 一两个钟头左右都有 是回北的车多一点 但是没有塞 雪碎是绝对不行 一路塞 光是廉价前三天 苏花公路就涌进超过五万六千辆车次 除了大部分塞在东澳到苏澳一段以外 沿途几个观景台正好就在隧道出口 这些道路平静也让指挥交通的远禁不敢大意 从早上十点开始车流量就真大了 到晚上的八点 八点以后可能会比较稍缓一点 呼吁用户人不要有超车超速等行为 尽量不要有围停的部分造成车流的回堵 为了迎接最后一天的大量车潮 花莲县警察局也将派驻警力维持交通顺畅 要北返的民众也可透过网路监视器查看车流 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家 大家新闻杨家庭翁国家 花莲报道